國防部長康尼昨天早上召開記者會 表示家國將會派遣200隊家軍進駐烏克蘭 訓練當地軍隊對抗親俄叛軍 在為期兩年計劃中 家國將於首年投放1600萬家園 為當地軍隊提供協助 包括獻兵、防空、醫療和拆彈訓練 自去年1月起 家軍已不定時為烏克蘭提供不具殺傷力的資源協助 康尼表示 期望駐軍能更有效對抗巨野心 並強硬的普京政權